我一生的孩子 大家都五十五 她一上完大号的时候 大家都很开心 Jen Jan大变了 好乖 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六月 今天迎来了我时尚最期待的来宾 欢迎Jen Jan 还有Jelly 哈啰 大家好 我是Jelly胡佳琪 哈啰 大家好 我是Jen Jan 陈锦 还有我们旁边这位很漂亮的老师 今天要教我们怎么帮宝宝按摩的老师 Linda 老师好 Linda 老师好 好 那我们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想要问一下就是 为什么你会叫做小肩蛋 因为她的姓是蛋 所以她叫Jen 就是Jen丹 但听起来很像小肩蛋 有 然后我看到你不是有录了一首歌吗 你是小肩蛋 小肩蛋 你是小肩蛋 但很可爱 因为她是一月份生的 所以她叫Jen 也是因为我的名字 开始跟一个J 然后我老公的名字结束跟一个N 所以J,N,N 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以月份命名的小朋友 都是很有天分 然后长得很漂亮 对不对 像我这样 陈妮,Ju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有缘分 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按摩吧 你刚刚说有发生过 发生过 就是我要帮她冲凉的时候 已经脱了那个尿布了 然后要放她进浴室的时候 她就尿在我的身上了 三次 然后你后来学会了吗 后来就学会说 要进浴室的前一刻 才帮她把尿布给拿掉 我们需要浸泡 然后我们需要清洗 我们需要清洗 不需要 因为我们是 原生的 对 所以它是完美的 所以它是完美的 就直接洗澡 然后再继续从那里 哦,要洗澡 我以为就留在那里 对吗 对吗 因为她是用了洗澡 我没想到洗澡 我们开始洗澡 我们要先脱衣她 好 好,慢慢放 我们起来一下 慢慢放 她喜欢坐住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 就是坐着按摩 可以 可以 但现在她的年纪 最好是躺下来 对 对 可以躺下来吗 躺下来按摩 不可以 你先准备一下 可以先把手放在你的手上 首先 接下来 你想要做同样的洗澡吗 还是 我怕她哭 我做个振动好吗 好 好 她比妈妈的洗澡更关注 对 你应该要有眼睛的关注吗 对 没关系 我习惯在家里被无视 我一生了孩子 大家都无视我 看不到你吗 孩子在哪里 孩子在哪里 对 现在从脖子到脖子 到脖子 你可以看到脖子 要转进 脖子 脖子会打开 对 对 那是反应 这样子做的好处是什么 很好的是孩子会比较长 好 然后我们做另一边 然后我们去脖子 好 她这样子是不是会排气 对 她放脖子很臭 这跟她爸爸学的 可以 可以吗 好 很舒服 是不是 舒服到你要睡觉了 是吗 好 妈妈 你有没有错误判定我现在的情绪 我哪里看起来要睡觉 她要睡觉了 她在睡觉会哭 还是她哭因为她想要睡觉 对 妈妈 爸 妈妈 爸 妈妈 爸 你看 拿那个包的档子 很累 很累 我们要做脖子 我们可以把脖子打开 开手 妈妈要看你的手 但有时常他们只会 很轻松 我们不禁止它 现在来到肩膀的 我们已经不需要多油 任何有平衡 在肩膀的肩膀 然后把肩膀 然后把肩膀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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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背后 然后把肩膀的肩膀 他们可以生气 然后一秒之后 对 对 我的老公叫她变怜大师 好 好 我们今天年宝宝 看得出来是非常地开心 是 我们刚才的按摩步骤 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对 老师 因为宝宝刚才就是按摩了之后 她有点累了 所以现在宝宝就先去休息了 对 然后我们要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明大老师 有没有很怀念这种感觉 很怀念 我们现在终于没有宝宝了 你享受顾宝宝 还是享受就是宝宝偶尔不在的时候 都有 很像昨天我就花了大概五个小时在外面 自己的面前 我还蛮享受的 那你那不见了五个小时 是你的老公帮你顾小朋友吗 是我的爸爸妈妈 那你的老公到底负责什么 赚了一份钱 赚钱 然后有负责跟他玩 有时有帮忙换尿布 还有胃害的社会 那你觉得现在顾宝宝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就是每天观察他大便的颜色吗 他一上完大号的时候 大家都很开心 他大便了 真的 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感觉 我们这样 整间大便了 好乖 真的是可以庆祝的 那他几岁交男朋友 你可以接受 我 男朋友 如果说真的交交交男朋友 希望18 但我自己本身第一个男朋友是16 所以我也不 我也不敢 不敢 所以说他一定要18岁 如果他早一点早说的话 我也会接受 所以你生了他之后 你会有一个想法 想说你要再生第二个还是第三个 第二个肯定要 想要给他一个伴 第三个就不知道 因为我是一个小孩 对 所以我就很理解说一个人长大的那种心路历程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想要跟人家吵架 都没有人跟你吵 这种感觉 对不对 你有没有打算说就是什么时候开始 你要回去拍戏 真的不能走开 有很多很多母亲在职场上 他们其实真的很辛苦 因为边工作边喂奶边帮奶 所以那真的是很难的 是 所以我真的很敬佩他们 好 那我们就来进行个快问快答 上幼儿园的时候 他不想去上学 那就好好跟他讲说 如果你不上学 你的朋友会比你聪明 但你朋友比你聪明的话 你就不了解他在跟你讲什么 然后就没有朋友 怎么办 你这样 我根本不想要去上学 他们比我聪明 你不要跟我讲话 真的假的 你真的会不 因为我自己会比较好胜 对你 如果朋友不要跟我聊天的话 我又觉得说 为什么他这样子 上小学的时候 开始迷偶像 跟爸爸要钱去追星和买偶像的产品 那我就会跟他说 没问题 妈妈也有追过星 可是妈妈没有跟爸爸要钱 所以你要的话就自己存钱 中学的时候跟你说他有男朋友 中学 中学 中几 中几很重要 中三可能 中三十五 十五岁 给妈妈爸爸看 那个男生长怎么样见 看面相 因为公公也会看面相 公公第一次看到你男朋友的时候 他是想说这个人的面相怎么样 是我之前的男朋友 他会看 可是他不跟我说 直到分手了之后才跟我说 但是这个老公就不一样 因为老公跟他们两个就是很像朋友 对 那时候你有讲过 真的 我跟你讲到现在都是 真的 我有时在家里 我的存在感真的 很低 真的很低 没事 这样子的话 之后你就可以早点出去拍戏 对 没有担忧 也对 嗯 有什么话你就是想要跟以后的她说 姐姐你好 我是妈妈 妈妈真的很爱你 然后也谢谢你 选择我当你的妈妈 也希望你改次长大之后 可以疼爸爸妈妈 就很像我现在疼我爸爸妈妈一样 爱你哦 好 那今年的其实是Jaylee第一次购母亲 你有想过要怎么过吗 应该就是在家里过吧 可能切个蛋糕 吃点比较好的 预订进来什么之类的 那你希望你老公怎么帮你过 好 可能我就要一个 她自己做的旅程 然后这个旅程 不可以有消息一点 然后等姐姐大一点的时候 还是比较稳定的时候 我们就全家一起出国 那最后要祝Jaylee母亲节快乐 谢谢 然后也要祝所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记得要珍惜你妈妈哦 拜拜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你一定要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够看 拜拜